用笔画出一个潜水员 抱着一个点燃的炸弹潜入水中 其上早已为他准备好的水下踏板车 来到敌方战舰底下 扔下炸弹迅速逃离 悄无声息中就把敌方船只炸毁 当然 这是理想状态下 但现实中人会因为水下缺氧 无法长距离前行 所以 就用木头制造出一台 可以在水下存储空气的潜艇 取名为海归号 它就像一个掏空的大木桶 仍隐藏于木桶中 衔接处用密封条密封 顶部是密封盖子 后面有一个是控制方向的尾垛 还有一个是炸药包 内部的空气仅够一个成年人呼吸20分钟 便于水中下沉 底下一格灌满水 它前进的动力来源于 驾驶员脚踩踏板驱动螺旋桨旋转 这就是人类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潜艇 问世于1776年 一个成年人进去感受一下 空间十分狭窄很压抑 面部前方有一个窗口 底下这个就是踏板 驱动前面的螺旋桨旋转产生推力 是不是有点像采缝衣机那种感觉 将去袭击敌方船之时 会把炸药包安装在木桶背面 经过一条绳索绑在钻头上面 但第一次实战执行任务 以失败告终 因为他发现钻头在氧气耗尽之前 也无法穿透敌方有铜板保护的船底 钻头穿不透 炸弹就没法安装 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回去继续对潜艇深究改良 于是回去工程师又发明了一种 可以通过拉绳索控制炸药爆炸的鱼雷 把它挂在潜艇正前方带尖刺的鱼叉杆上 他想利用潜水艇的前进惯性 刺破敌方船底把鱼雷挂上 所以必须把潜艇造大 惯性的动力才大 新造的潜艇可以乘坐7人 驾驶员通过控制两边的船骑 来调整潜艇前进的抚养角度 剩余的6人脚踩踏板驱动螺旋桨旋转 产生前进动力 通过前进的惯性撞击船底 成功把鱼雷挂上 于是 人类史上第一搜用于实战 并且成功把敌方战舰炸毁的潜艇就此诞生 感谢观看